如何把双音八度拉准 双音八度经常被使用在小提琴协奏曲里 并且是在一些富有张力 富有表现力的乐曲当中 也给小提琴演奏者提出了不少的挑战 要拉准双音八度 它的诀窍究竟在哪里 相信大家在刚学琴的时候 你的老师一定跟大家说 小提琴的手型最基本的就是四度框架 什么是四度框架呢 就是一指到四指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手型 决定了我们的手腕高度 我们的手肘的高度 如果这个手型握得不好 手腕就有可能翘起来 手肘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四度框架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小提琴的手型 那么同样的道理 双音八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在两根弦上的四度框架 虽然说一指和四指在不同的两根弦 但是它的基本手型在拉的过程中是保持不变的 决定了我们双音八度的音准 还有在换把过程当中的一个顺畅性 我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还有一个正确的示范 可以看到在刚才的演奏中 四指和一指没有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经常处于在找音的过程当中 会导致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手肘 没有形成一条直线 一指和四指没有一个固定的手型 音音就不容易找到 下面做一个正确的示范 在刚才的演奏中 我的手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即使是在换把的时候 从C换到DO DO换到RI RI换到MI 我的手型依然保持不变 我的手肘 我和手腕都是形成了一条直线 所以我们的这个手型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在低把位的时候 我们的一指四指的距离会比较大 越往高把位走 这两指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 记住这个诀窍 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音准 如果你对双音八度还有疑问 或者想学习更多的小提琴中提琴知识 可以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添加课程顾问 来预约我免费的一对一体验课